人人唱颂 马祖慈悲 今天我们的祭会开始 请各位合掌进行花燕旅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此行独宗圣 天上神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善用其心 力行六度 行十大愿 同修九泽 任母归缘 无量寿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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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說改變命運在宗教上面有三股力量 法性的自然力 這是法界性 你的法界越高 當然命運做越好 六道當中 你在神道、天道過了路子 你的依報環境 你的依報身體都會比人道、阿修羅道、鬼道還好 所以透過自我努力的修行、功德力來提升我們的法性 當然也需要有生活的加持力 就要三股力量 生活的加持力、自我努力的功德力、法性的自然力 最終就是法性自然力提升 你的法界性高了 你自然 你的命運就是不一樣 所以 媽祖聖道的修行、管理提升法性上面 這主要的修行法門是什麼? 顧問說 媽祖在世就是奉行觀音 就是奉行觀音法門 觀音法門最主要的來講 最簡單就是六度 波羅蜜 波羅蜜就是道彼岸 從這個岸到另外一個岸 你的修行 從環到聖 從藍到敬 就是六度 那六度裡面呢 談的就是所謂的 第一個 持戒不思 布思持戒 那就是談戒 然後再忍路 談定 談定 有定的人才會有慧 就精進 波羅 波羅就是空性智慧 懂得都是空 悅性變空 知華皆空 一切都是幻象 那個波羅就是空性 也就是說《光金剛經》在講的重點 無偶像 無能像 無受得像 都是空 其實那個五就是談空 智慧 所以到戒定慧三邪 所以我們的修行也是這樣 所以我們來看看我們的天上聖母經 天上聖母經 它有說我們要擺脫煩惱 那跟馬主同登戒路 同登都是戒路 戒路就是活啊 活就是開悟啦 捷悟啦 就是登到活到 那就是所謂的六度 那天上聖母經是怎麼樣講的 講這個觀音畫面的修行 都是六度 它是怎麼樣的描述 怎麼樣做的 那有什麼樣的來驗證 就是要信解行證 顧問今天為各位談結 去了解這個經文 那要怎麼去做呢 那有什麼東西可以證實呢 我們來談一談 《天上聖母經》最後的一段 就談到了 是故四年朝夕混香千層奉盛楚經 對不對 我去隨其運生不畏極難之中 是大威省之力 去此閒難 去到寶庫《作詠》 天上聖母經 那最後呢 他就提到了 若有正性染你 正性就是 你有歸一 活活生 有在練這一個經典 所以說宗教你除了有這個神 一定要有經典 要有道法 對不對 要法門 那如果有 又有身在弘揚 就是正性的宗教 所以你有歸一 三歸一 就是正性的宗教 你要小物食音 你一定要了解 你一定要了解 上輩子的因果 知道福德感應 你現在有這個福報 有這個德行 就來自於上輩子的 就感應而來的 所以你知道了有因果法則 你就要一心修習正法 這個正法當然就是講的是我們馬子正道的這一本經典正法 所以我們來修馬祖聖道的法門 就是正法 那什麼叫正法呢 馬祖聖道的法門是什麼呢 就是捨離間貪 這不要貪 貪真吃 你不要貪 你不要貪 喜劫眾善 你就是此生們 沒有貪吃 有很�를 customers 你覺得我們借一錢 今度我們沒有貪 心去找 你可以接 acknowled報紙 youngsters 沒這麼動彈 他節目的句子 要努力來行布施 那就是六度 那舍離煎灘 那就是在慈戒囉 然後後面修哉咒符 那就是慈戒布施 慈戒就是修哉 修哉 我們出事實 不要殺身 慈悲 大家來慈戒布施 那諸留精進不協者 那就有談到精進 在這裡要開始學聖法 大家一直在精進 這六度裡面的精進 前面的經典就有講的 千誦聖母經 那你心就可以靜下來定靜安立德 千誦天上聖母經 宮中本命降真靈 那就是靈靜 就是禪定 這個媽祖呢 她呢 信奉觀音 重慶旅遊虔誠 掌益名思 然後後來歸井得虎 到井裡面呢 很寧靜 然後看到了水面 看到自己的 就明星見幸的 這水夜啊 明星見幸的 那夜應該在水中的 就看到了 自己的佛性了 這明星見幸就成活了 那就是禪定 那個境界在寧靜 歸井得虎 得到神通 那就是你在寧靜的井裡面 他得到了那種大助膽的力量 天地皆西歸啊 年能常進境 天地皆西歸啊 這也就是要談禪定啊 禪定還要談到臉露啊 這外界的東西 我們心不爭啊 不生氣啊 對不對 我們會臉露啊 而且這談六度的臉露跟禪定啊 就是定 然後他後面這一段 你靜靜不覺得 起位只是善根深厚 這不是你這輩子你種下的善根 你來生智慧自然增長 你未來的智慧就增長了 那空性智慧就增長了 那就空啊 空性智慧 所以你修了六度 從此案到彼岸了 這完全跟觀音法綿一樣了 那你有修 你真的去慈戒了 把慈戒修好 然後也去布施 然後定 所以我常常講 修行只有兩個重點嘛 就是心乾淨嘛 心靜靜 找到天心嘛 找到一顆清淨的心嘛 就靜心 靜靜就會生慧啊 你智慧就來了 人能常見靜 天地皆是歸啊 另外就是行善啊 布施啊 祈福報啊 所以宗教修行就有兩個啊 內心求心靜 外求善報 叫福慧雙修啊 一個是求慧 慧就是要定啊 定了就有慧啊 阿福呢 就是行善啊 布施慈戒啊 所以 來生智慧自然增長 令筆內磨不起 你那邊的磨是什麼 你的妄想 所以我們的磨就叫 五十陰謀 五十陰謀 都由你受想形式而來的啊 這個受想形式產生五十個陰謀啊 所以你會遇到外謀陰謀 就是因為你的心沒有靜啊 沒有智慧啊 胡報不夠啊 所以你的內磨就不會起的 心就不會有萬念啊 你不會顛倒是非啊 就不會起煩惱障啊 所以內磨不起外患無親 外面的環境沒有磨來欺負你啊 沒有不好的環境來災難過來欺負你啊 你就可以安神自在修寫一切法門 你就是沒有煩惱沒有連打搶你 好好的修媽祖的這個法門 而不只是媽祖的法門 不管你修觀音的法門 有興趣修觀音的法門 有興趣修地藏法門 有興趣修 那要失火的法門都可以修 一切法門你都可以修了 因為你六度修好了 你有智慧了 你有福報了 那個 anywhere... 魂的善歐 還是你是可以修叮 環境為一個正是 妳也竟然有時候 那時候就是 他的一個洛杉磨 妳就 Jihoi 其實要加上我 你就是舍業報生 那個舍業把這個業力全部拿掉了 你的因果業力就沒有了 就沒有那些恩親債主來找你了 你就報生來報應你 你說你今天的報生 就是欠錢要還錢 欠命要還命 欠錢要還錢 都有果報 因緣果報了 你的輪迴 命運這些都沒有了 沒有那個恩親債主來討報了 得解脫了 完全這個解脫了 熱 快快熱了 然後你自己也又發願 生生世世要行菩薩道 要來做媽祖菩薩 觀音菩薩 來救度世人 不為自己求安樂 這個人對咱們的信 shell 對啊 那足夠開了幫助 看見找死也 number 正常 佩慎啦 爾哥西瓜天íve等回 聖帝 若為 bout我會生人死 禎 container 全世界公穩 他的神光會照耀護我們的身體 你有病怕什麼呢 你就好 你好好修六度 所以顧問堂安講 活度有緣連 什麼是有緣連 有緣連是有福 有慧 要有慧 要有福 福就要持戒不施 要去行善 揭示自己的一些行為 想法 生口意 財書 法書 無畏書 累積福報 功德 你就有福 會呢 你要修訂 你要念經 念佛 持坐 會懂得坐禪 念道工 讓心真的能靜 連能常清靜 連能定 定 靜 安 利 就會得 得到這個智慧 你智慧有了 福報有了 火就會渡你 諸火都會渡你 很多火都可以渡你 你當然可以超透六道 得解脫樂 所以觀音法門 也是媽祖的修行法門 六度 所以這部天上聖母經 最後歸毀到觀音法門 六度多羅羅羅羅羅密的修行 整部經典都在講這一個 以上呢 是顧問今天的分享 我們媽祖修行法門 六度 要修福 要修慧 那佛教來講叫 三血 戒定慧 那其實我們媽祖宗教講的是 善定慧 行善機無 定心修慧 以上呢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媽祖慈悲 請大家合掌 恭請媽祖 我 媽祖宗教練 三血 戒定慧 那佛天上聖母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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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天上 深 걱 più 那么天上 那么天上 深獎 那么天上 深 nadzie 那么天上 深 BCE 26 那么天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媽祖慈悲大家好 歡迎大家進入媽祖網路大學堂 大家來學習媽祖聖道的善知識 有一位遠在山東的同修 他對媽祖的信仰很感興趣 就問了一系列的問題 郭文覺得很好 在此一起提出來大家來探討 來討論、分享 他提了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佛教很提倡 災戒要出世 那媽祖聖道為什麼沒有提倡戒力 尤其叫出災、出世 那關於出世的問題 我們媽祖信仰是怎麼樣看法的 那姑娘在這裡要說 我們還是有戒 也有在戒 在出東西呢 那媽祖在世信奉觀音法門 所以跟誰的佛教也有戒力 那提倡來出世 那可是呢 媽祖信仰又融合了 魯家、道家 那魯家是人本主義 防观音法門 如果你振罵 教導我們要順化眾生 就叫隨順其言 才能度化眾生 你要跟他一樣 所以活家有試涉法 人際關係要談試涉法 你要布施 講愛儀 要力行 便利人家方便 最重要是同事 做同樣的事 你偏偏來出事 尤其顧問在企業界 擔任顧問 大家不配都去出分了 那我要去用餐 還特別為我準備事實 去麻煩人家 讓人家破費 特別要花錢準備事實 那就是違反所謂的佛家的試涉法 那儒家來講 隨勝其言 人家怎麼樣我們就扣誰止辯嗎 不是嗎 道家呢 道家我們呢 拜行內 就叫殺雞 殺牛 殺枝 對不對 來祭拜啊 都是有分屍的 所以我們對於出事這個東西 我們並沒有強硬要求信徒人 一定要出事 這也就是一個信仰習史 因為我們是魯士道融合的 不方便 所以順化眾生 我們是順化眾生 隨勝其言 人家準備什麼樣的東西 嗑水準備呢 不要帶給人家麻煩 讓人家不方便 就沒有慈悲心 那因為出事呢 就只要展露出慈悲心 愛眾生 不要跟他結怨 就不要殺生 那當然 還有後面人生有什麼健康的一種 觀念想法 這個 都是 重收婚姻 有人說出事健康 有人說出事不健康啊 對不對 那各 看你是中醫西醫 宗教不宗教 有信長沒信長 各有各的說法 所以 我們呢 在狀況面 事實方面 我們呢 遵守我們的目標 儲備的精神 所以 媽祖也告訴我們 我們呢 學順眾生 眾生用什麼 來養我們 我們就吃什麼 上天 養什麼東西給我們吃 我們就吃什麼 不要在意 不要太執著嘛 那 宗教都是 叫我們不要有分焙心 有廟諸軸的心 所以 我們只要抓住重點 慈悲啊 我們不要去殺生 因為我們是 修實界的 有不殺生啊 所以我們有個原則 要吃三盡肉 叫吃三盡肉 三種乾淨的肉啊 那第一個 不見殺啊 那第二個呢 就不聽聞聲音 然後不為我殺 那不要是為我們去殺 特地去殺的 所以我們不要到那個 餐廳 那那個海產店 就要點 我要出這隻魚 我們吃三盡肉啊 表示我們是 媽祖慈悲 我們有顆慈悲心 可是呢 我們不要主著於那 一定要出事啊 那出事是修行 不錯啦 修災啊 修行啊 所以 我們有特別的路子 比如說我們要進香 那重要的核心年齡呢 都要出事七天 靜身 乾淨自己的身體嘛 平常出三盡肉 可是大概七天 我們真的就不出那個婚的 就乾淨一點 更乾淨一點 然後我們不主著於相的 雖然我們不鼓勵 大家都出事的 可是在某種的場合 某種的因緣 我們會要求 大家一起來出事的 某種的目的 我們是這樣子 因為慈悲心嘛 那 我有機會呢 到五台山 認識了一些 佛教的機師們 那他跟我們一樣呢 在餐廳吃了 都沒有忌諱 然後說 你有閨一 我們老和尚呢 那為什麼沒有去 寫這個戒啊 出齋呢 那就說啦 老和尚有分享啊 因為呢 我們還 激勢嘛 還在在家 在家激勢呢 旁邊的人 父母嘛 妻子啊 另一半啊 小孩啊 都在成長當中 他們沒有守這個 戒災啊 啊 所以 環境有時候很不方便 尤其是到我們 像出國去啦 你到歐洲去啊 你要出事實在 很不方便啊 還有旁邊的人 跟你不一樣的習慣啊 沒有同事嘛 對不對 無法同事啦 對不對 所以 你不跟他一樣 出婚的 那就變不一樣啊 你說 你沒有生化眾生了嘛 所以不方便 然後呢 堅持出事的人 會覺得我是有修佛耶 無形中 就會起那個慢心 傲慢的心 你沒有出災 沒有出事 你就是沒有佛救你啊 你就是沒有佛言啊 沒有那種智慧啊 很自然呢 就可能會起那個 慢心 所以老和尚呢 他並沒有要求 警告 所以這些 在家激勢 一定要出事啊 因為怕大家 在社會大眾相處之下 跟眾生在一起的時候 你會期待這種慢心 沒有同事 你沒有同事 就沒有試設法 就不能獲得他的心 那你怎麼去度化他呢 所以要順化眾生 順化眾生就是那個順 就是要同事啊 跟他一樣啊 不要帶給人家不同的感覺 真的 我們腦上真的很有智慧啊 因為 畢竟 我們都還沒有入佛之間啊 還沒有真正的那個修為啦 萬想心還有啦 婚北心還有啦 婚北心還有啦 就會分出事不出事 我有拜佛你沒拜佛 就起他的傲慢的心 你就得不到連心嘛 你就沒有辦法度化人家 弘法立身了 所以在家激勢呢 都沒有要求呢 所以一定要出事 那反過來咧 我們媽子的信仰 本來就很親民 走入基層 更不可以這樣子啦 硬要人家出事了 不出事會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不要有婚北心 不要那個 你不要這樣 換了一種投射效應 人的通病 就是我喜歡 以為別人會喜歡 我認為對的硬要接受別人 對不對 集諸手藝強加疑人 所以就安心吃吧 就安心吃吧 不管在科學醫學來講 婚食跟事食各有它的利弊 不要去爭論 歸依自己的三寶 你的佛 你的華 你的身教導說 你要守之事你就吃吧 那我們的媽祖信仰的信徒們 我們的媽祖慈悲 她是母親 小孩子在成長當中 隨順其言 該吃什麼就吃什麼 所以媽祖也教育我們 我們口袋只有五十塊 我們就出五十塊 我們口袋有一萬塊 有機會我們出一萬塊 又何妨 所以我們一萬塊也可以吃 五十塊也可以吃 然後我們就節儉 去幫助別人 我們的飯分給大家吃 對不對 大家都有 慈悲啊 幫人家離苦得樂啊 讓人家快快樂樂樂了 所以我們呢 守戒吃三淨肉 以上呢 是顧問守之守寫 個人潛見 不要經爭辯 沒有什麼好爭辯的 各歸自己的佛華身所教導的 各有利比 那記得 佛教教我們的三四色法 不思 才思法思 無畏思 愛 講人家愛聽的話 光華人家聽愛 光華人家的話 光愛別人的話 然後例行給人家方便 給人家便利的行為 給人家方便 同事 共同做同樣的事 我們呢 心會連在一起 千萬不要換到投射效應 你以為好的 以為對的 強加使以別人 這樣子 在紅髮的路上 恐怕會遇到很大的障礙 虎弦菩薩講的實驗 聖化眾生 還有滋養眾生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媽祖祝賠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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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DM 智慧禪 成功絕緣 失敗與挫折並不可怕 他们能使人愈挫愈勇 失去战胜失败的勇气 将使人不堪一击 与成功绝缘 妈祖慈悲 妈祖慈悲,大家好 本周也预得妈祖给我们的智慧禅语 成功绝缘 孤文听到这段传言 一起我小时候 我非常感念的一个老师 周老师 国中的诗学老师 孤文曾经不是很好 因为家里没有一个人是国中毕业的 所以从小没有人辅导我读诗 觉得读诗也没有什么用 所以从小被我投入用心去读诗 到了国中的时候 当然挫折感会很重 到北港朝天宫拜妈祖 妈祖又跟我讲说我一定会读大学 我们家从来没有吃过一个大学生 我个人觉得老师讲 老师讲妈祖可能会安慰我 可是很奇怪 国中一年级的时候 刚好在北港朝天宫中山路 有个补习班 就遇到一个试学周老师 那我考试不是很好 有些周老师很疼我 他有次跟我讲说 其实读诗并不难 你只要每次考试 把错误的题目 重新学会 问清楚 把这个考件留下来 每次复习的时候 读到那些错的 已经懂了就不用复习了 稍微看一看 不懂了一定要弄懂 然后再看 我就听到他有个读诗方法 当然我曾经并不是很好 可至少都可以passpass 因为我真的把错的 换错的题目 把它搞清楚了 就是这样子一路为 也顺利的考上的省中高中 也顺利的考上的大学 听到这个残语 我才发现 妈祖讲得很对 失败与挫折并不可怕 我们考试考不起格 不可怕 你只要把错误的更正一下一下 那不懂得把它变懂 再去考 再去面对 所以这种话讲得很好 失去的战胜失败的勇气 将死人不堪利己 如果你考得不好 这个科你科目讨厌 就不想考了 那你就失败了 注定失败了 那如果说 你去面对一臭一勇 那你自然就被克服了 所以就面对挑战 不怕失败挫折 因为这没有可怕 对不对 我们有在进步 老师也看到我们在进步 大家都看到在进步 我们一臭一勇 那我们来看我们的 妈祖的三宝 天上圣母亲的正法怎么教我们 妈祖这段记文 有过能知感 彼岸尚可起 也就是说 你有过失犯错了 你有错者了 因为你有错者就是有过失 做不好 考试答错题目了 你不会 你失败了 你有过了 所以你遇到失败挫折 你知道改了 要知道去检讨了 PDCA计划 Bland 2 去做 那检查 还行 检讨 改善 relation 再重新再来 打不死 越错越勇 你永远不要失气 战胜失败的勇气 不要怕失败 不要被失败打垮了 成功就是你的 如果说你怕失败 你退却了 你半途而会了 你怕挫折 那你跟成功真的是结怨 所以我在做事情常常要求 我的partner伙伴们 不会要求你做最好 一次都把它做最好 你就尽力而为 尽力而为 尽全力 尽全力 尽完美 尽力而为 忘得失 失败了没有关系 我们后面还有机会 只要我们也不忘记 所以我常常 勉力年轻人 在哪里跌倒 不要急的爬起来 看看旁边有没有环境可以捡 捡到了我们再起来 你一定要斜道 要出到过 在哪里 然后出到改 改善 你下次要更勇敢 更茁壮 更用 所以你礼拜礼战 到最后 对方一定倒掉 人生比的是 毅力 对胜利的一种坚持 相信自己 所以宗教信仰 也就是给我们这个力量 我们是妈子的孩子 圣子 圣联的孩子 我们究竟的损己 历练 受挫折的 受委屈的 我们就是联弩 然后去改善 来求起智慧 万事滞长 连着事情 发生其中 其中都有一个原因 在帮助我们成长 所以我们成长 我们再上台 再考一次 再试一次 再挑战一次 但是不要害怕 成功永远等着你 所以 失败等于半途而会 半途而会等于失败 所以只要我们 越臭越勇 我们的勇气永远在 我们可以战胜失败的勇气 再接再厉 尽全力自完美 然后万德斯 接下来还是尽全力自完美 万德斯 可是知道环境在哪里 万事自长 我们学到的 我们一定会跟成功友谊 圆解 马祖 成功友谊 马祖也常常这样勉励我们 所以从小 拨杯 马祖说 我会上大学吗 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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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给我们信心 马祖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后盾 给我们信心 那最重要的是 他告诉我们 我们要有住心 只要我们倒下去了 去检讨 为什么会倒下去 有够能知感 再站起来 彼岸尚可起 我们成功在等待着我们 以上 事顾问事对 今天的禅礼 的感想 跟大家做分享 感恩大家 谢谢大家 妈子慈悲 接下来进行的 性命双修 身心并练的 道工的这个练习 那我们可以聆听呢 这个音乐 你可以 静心的静坐下来 闭起眼睛 一起来送乐 或是呢 站起来 跟着以幕的 所做的动作 一起来 摆一趟 倒影工 清静见活 到工厂 请各位呢 闭眼后视起立 六字大名众 莲花清静心 拯救人间苦 此行度众生 离苦而得乐 福禄寿灵门 天上圣无 天上圣无 难无欲得妈祖 难无观音菩萨 难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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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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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